啊 姐 娘 娘 你是何人 专制你这种 围惑人间的大妖 叶妖者陆离 小虾 来 到夜亮喽 到夜亮喽 走过路过 不要说话 走过路过 不要说话 鸡不可吃 湿不再来 你在那儿 小姐 我说你们还真不识货 才一两银子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等等我 怎么是你啊 月亮盒里捞月亮 你去不去 你就是陆公子吧 我一直在找你 真的啊 姑娘 你找我干吗 还不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 所以今天哪 我特意来感谢你啊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呀 我呀 捞月亮啊 我只收一两银子 你要一起去吗 好 走 问你个事 嗯 请讲 我有个朋友 十年前遇到一位仙人 他说仙人从天而降 带他上天入地 你见多识广 那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仙人呢 弟的朋友是在做梦吧 我跟师父这么多年只见过妖怪 仙人都在仙居高高在上 哪能随便遇见 哦 可能是做梦吧 你真的没碰见过仙人 我当然没有见过了 我要是能见到仙人 第一个通知你 好不好 对了 还不知道姑娘你方名呢 我叫柳梢 柳梢 月上柳梢头 好名字啊 你不是说要捞月亮吗 这不我们已经在月亮上面了 你看 哇 好美的月影啊 我去捞月亮 你等我 好 喂 你没事吧 喂 喂 我不要月亮了好不好 你不要吓我呀 你吓我呀 喂 我好不容易给你找来宝贝 你不要了 不是 你快下来 为什么你身上都是干的 没事吧 我有碧水绝 无大碍 还说你不是仙 还转 不是狗吗 没礼貌 哎呀 走 跟我来 干嘛 你还没明白 杜师兄明白的就是想整你 想整我 你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生存指南 没错 你不懂为人处事 肯定四处不明 你照着书里写的 绝对没错 这是我全心修研二十余年的智力毕业 有了这本身存指南 你能在舞阳活府混的那是风生水起 这都什么呀这是 我怎么有一种 在月亮河上被你骗的感觉 这书多少钱 太贵我可不买啊 说什么呢 我们俩之间需要谈钱吗 开什么玩笑 好歹你也是跟我出来混的 反正以后有什么不懂地方 你就多看书 上面解释得很明白 咱们争取啊 内外兼修 不当草包 好吗 谁是草包 我才不是草包呢 你 你不是草包 还说是吧 换钱 三万两 钱 对 谁要花钱买乳烧 三万两银子 现在 其实 是我刚才说错话了 这能及舞阳活府的 怎么可能有草包呢 所以 你就当哥哥给你的 一点心意 好吗 哥哥 你今年十八我二十三 你应该叫我什么呀 陆日霓 哥哥 乖 想要在舞阳活府混得开呢 就得听哥哥的话 懂 这个骗子 也不是那么坏 女孩子生气说的话 能信吗 我 好 好好 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本来就是你错 我错了 把手给我 干吗 你先给我 带你去看片子的另一个世界 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好美的地方 好美的地方 这是哪里啊 这是我用法术制造的幻景 梦月结界 可是府内不能用幻术啊 这梦月结界是师父传授的结界法 有别于一般的幻景 不会被人发现 非必须来弄 Ignor 真正下的幻景 好美的在宫子上 一样的超众 很处理 宫子上帮你不过之五啊 哪 啊 哪 不如就试试这把剑吧 怎么样 你看 好看吗 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啊 咱们是去灵火树林 又不是去逛街 穿什么还不是一样 你先试试好不好看 其实也 也就 就 其实 你也觉得很好看 对吧 走了 其实绣花枕头长得挺好看的 不对 它怎么可能是绣花枕头呢 它要是绣花枕头的话 它怎么可能学得会流光斩 你的 你不是 兄弟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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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未来命运 我给你三日欢喜 刘少 这是你的选择 十年过去 命运已然改变 你后悔吗 后悔 我不后悔 我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 有烧 醒醒 谁再说话 有烧 醒醒醒醒 有烧 不就是一声鸟叫吗 吓成这样 不过这种颜色的羽毛还真是少见 刚刚我好像被拉到梦境里面了 一定是他 他唤醒了我 什么梦境 你刚才明明就只是摔了一跤呀 怎么回事啊 也就是说你是进入到迷雾里了 那我没事就说得通了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在找过去 我没有被师父收留之前的记忆 所以我说这里的幻术啊 对我没用 是啊 没错 少记得一些事也不一定是坏事啊 这羽毛真漂亮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羽毛 也是啊 还要谢谢这只鸟 不然咱们柳少把我给忘了 我就亏大了 不错 而且那只鸟 就像是太阳的颜色 还有啊 那只鸟有三只脚 你说是不是特别神奇 太阳 太阳 怎么了 据说药灵上身的本体就是三度金屋 而太阳 也是三度金屋所化 这么说来 这鸟是 灵活 快追 你怎么走这么忙啊 我 我这不是给大小姐断后吗 你过来 干嘛 把手给我看 手 嗯 手有什么好看的 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了 大小姐 你能不能别再拖了 我都快变成烤猪蹄了 你能不能快点去 有烟火 小心 陆离 小丫头 陆离 我找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啊 你好些了吗 再担心我啊 有主上为我疗伤 这点伤 根本不算什么 再等等 我就伤射痊愈 嗯 我可说好了啊 我们一起 去猎妖试练 嗯 一定等你和我一起去 嗯 好 你要记住 此次前去喜悦池 不比网刺 月圆之夜 妖雾出没频繁 甚至嗷痕都可能被惊动 一旦遭遇危险 本侯 也未必能救你 有声 我说想什么呢 嗯 没 没事啊 嗯 我其实还有些话想和你说 但是见了你 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哦 特意找我说话 见了面呢 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可超越我的职责范围了 这价钱可不太好定啊 狐狸 我说你这个人 来 给你 嗯 拿着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留音时 可以据据你想说的话 好 当然 别人说的也可以 这么生气吗 是啊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等我那么久了 那 就放在这儿 以后我留音给你 好啊 时间不早了 你该回去休息了 好 他送我这个 是不是也有很多话 想跟我说 我说想你 我说想你 与你的谜 我的余生全是你 我分不清梦境 花开后让爱继续 我说想你 别说怀疑 存在我神秘痕迹 我想和你一起 陆迪 等我回来 继续 我说姐姐听不见 在尽量转破千年 在我耳边 你说的永远 骗子不骗人的时候 还是蛮可爱的 柳梢 柳梢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柳梢 柳梢 终于找到你了 你下次不许这样了 单独行动不叫上我 你这儿怎么了 我没有受伤 可傲狠追来了 低草 低草也没了 那岂不是很危险 你真的没事 我真的没事 可是低草没了 这样我就没法向主上交代了 没事的 低草没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 都是因为我 你也是 这么危险的地方你说来就来 也不告诉我一声 是 如果真的有什么 你让我如何安心啊 这又长得还行 这条死欲不爱好心的 你是说 你主人白衣妖军跟人打架 是吗 然后她受了伤 就把你一个人留下来 让你生死用命了 我不过是只小鱼妖 本就无关紧要 小鱼妖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什么嘛 那个 那个白衣妖军 就不是个东西 还把自己的族人丢下 枉为一族之主 我也觉得这个妖军啊 不是个东西 遇上那种打不过的大妖怪 她掉头就跑 遇上咱们小柳梢呢 抢人家宝物 可谓是又怂又贱 卑鄙无耻 还在三界宣传自己 多么的行侠仗义 多么多么的温和有礼 呸 简直就是人渣 标准的伪君子 我呸 我一直以为我遇到了一个 什么行侠仗义的好人 简直就是一个斯文败类 败类 人账败类 败类 死鱼妖 我感觉你气色不太好 没事吧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什么 大概是离水有点久了 哦 离水久了 那就是脱水了 小胖 交给我吧 白衣妖君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既知本君身份 还不速速退下 我难道还怕你不成了 这俩怎么回事 他们没见过面吧 等着 看不过弄死你 看你能拿本具如何 你这些死鱼妖 这些人成精了吧 本来就是鱼精 阿赫 你没事吧 阿赫 你没事吧 阿赫 你没事吧 阿赫 你放心吧 阿赫 就算我们有事 他也不会有事的 他也不会有事的 陆离 你干吗呢 怎么现在才过来 我这不是想着 能够早一天拿回地藏 万一哪天我走了 你一个人也能在武阳 后复立足 什么 你要离开 放心吧 我不走 你 你可是收了我钱呢 你要走的话你就要赔钱 赔十倍 不 百倍 那我可赔不起 赔不起就不能走 好 为什么下午说要走 是不是你师父又生病 缺钱了 没有 没有 你把小鱼妖带来了 死鱼妖 出来 有伤 妖君的侍从 请问你知道 你们主上白衣妖君 把地藏放哪儿去了吗 有伤 来 人家的侍从 不许在哪儿 我只是个师祖 岂之主上的事 Motors …… ……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柳少 你没事吧 惨了惨了 让他看到我 会不会那什么什么我 陆离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我喝了那个什么所谓的 曼陀罗花茶吧 骗你的 你出来吧 骗我 那是我抓小胖和喝那眼的一出戏 你们耍我 这死小胖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为什么 为什么要躲着我不见 为什么 我 我 我其实也不是 我是在偷偷调查喝呢 他 其实他不是白衣妖精底下的一个小妖 而是白衣妖精本人 那他就是抢我地草的那个人 对 这个抢他 他是别有用心接紧 假装受伤被你捡回来 我这不是想着地草还在他那儿 才偷偷调查他 以图找回地草 所以 你是为了我 怎么样 现在知道真相之后 是不是觉得 你陆立哥哥很英明 特别赔过 你明明什么呀你 你故意躲着我气的 我打了小胖一顿 现在还想揍你一顿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我 我这不是怕你漏馅吗 总之这件事情就是我的不对 把这件事情瞒着你就是错的 我也很难过 我 你会怎么样 也会难过 好吧 不过 这个赫娜妖君 看上去不像是个坏人 我要去问问他 既然他都得到了地草 为什么还要冒险来舞阳侯府呢 你别太得意忘心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就漏馅了 有吗 当然了 看看你那得意忘心的样子 你这样不对 你不是说 你是见过很多大市民的人吗 这区区一个洛歌仙君 至于吗 当然不至于 是 只是我想不明白 万无先翁为什么不拆穿你啊 还是说 你们认识 说实话 我也不太清楚 难道说 我师父和万无先翁之间 他们有什么渊源 还是说 他万无先翁老人家 我觉得本小姨我长得非常仙气 想说我做弟子 仙气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个骗子 现在还是个骗子 还仙气呢 我不仙气吗 你看你哪有点仙气啊 我觉得我挺仙气的呀 那你自己喜欢 凑合是吧 你们看什么呢 没事儿 我们喜欢吃糖 酸酸甜甜的那种 柳少 你有没有想过 令雪阳为什么要给他那根簪子 是不是令雪阳觉得自己回不来了 借此表明心意 的确有此可能 但是我觉得用意不止如此 有此可能 簪子可能跟这个结界有关 令雪阳知道自己快要死去 怎么可能继续千百年的囚禁心上人 只是这个簪子 应该是令雪阳留给他唯一的纪念 就算把他救出来 也是于事无不 真正关注他的 是对令雪阳的心结 所以 我们没什么几率得到地草了 陆林 如果我被赶出去 你会陪我一起 面对熬鹤那个大妖怪吗 不知道我还能陪你走多远 但我会尽我之力 陪你走下去 刘少 其实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李雪阳 拔出暴月节 得到强大的力量 才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以后 我会和你一起面对任何人 任何事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够强大到可以保护你 不拘任何人 任何事 陆林 谢谢你 谢谢你 陆林 陆林 带我离开 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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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陆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发出这样的力量 这黑锅就让万岁背了吗 我觉得这事儿肯定跟白凤事件 还有杜明冲有关 刘少 我想抱抱一剑 好 我帮你 你不问我原因 你说过 你想得到包月剑强大的力量 保护 想保护的人 不再害怕那些阴谋诡计 你想保护我 就算出了舞阳侯府 也不再害怕凹函 我说过 我会带你回家 你终究还是要离开舞阳侯府 终究还是要回家的 不过 我有个要求 就算你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我继续顾你保护我 但不许 不可以收高价 对哦 之前收了你三万两银子 我忘了说实线了 怎么你 你还会涨价 那就加个实线吧 那就加到 我无法保护你的那一天 那是哪一天啊 无法保护爱人 不再被人需要 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不会有那天的 就算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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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来保护你 就算我来保护你 不过 你刚刚说的爱人是谁啊 可真是非 你不可能 就算我得来 离开 不过 辩联赛 不过 你 szyb的 还不是 不过 但不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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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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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没事就好 快吧 别管我 柳少 我不会定权你的 如此感天动地是吗 行啊 那本作不如就成全你们 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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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麟你没事吧 快走吧 他的目标是我 傻瓜 可是我的目标也是你 今日没有卢生相助 我看你们还能不能跑得了 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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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衣妖君 何呢 何呢 白衣妖君 你救走了你的族人 为何还与我为敌 他们是本军的朋友 朋友 你可是一代妖王 怎么会和五阳侯府的弟子做朋友 有何不可 没何不可 只不过你别忘了 你可是水族 在水中你是为君 不过现在可是在陆地 那是以我为王 离开了水 你还能撑多久啊 竟然还想护着他们 我 我的余生全是你 我分不清梦境 花开后让爱继续 我说想你 别说怀疑 存在我生命痕迹 我想和你一起 成为东西 让爱继续 我想世界听不见 在梦见一切 你回眸的脸 就温暖暖了昨天 我想世界听不见 在白凤师姐心里 我早就死了吧 并且死得十分惨烈 对吧 我的丑 我自己来办 咱们公平对决 你这是找死 以你的所作所为 同你十剑八剑都不为过 这次看在陆离的份上 我就饶了你 陆离 你就看着一个外人 这么欺负你师姐吗 陆离 师姐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 陆离 你因为一个外人 这样对我吗 第一 柳少她不是外人 她是我在乎的人 第二 是因为你已经封我 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师姐 第三 毒害五牙虎之事 有没有你的份 在主上那儿 她需要你一个交代 我 今日你我割好端衣 同门秦义到此为止 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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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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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 只要拿到暴月剑 我绝不可能再离那个女人的 我就直接现身躲剑 不要 不要 陆梨 陆梨 你走开 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 你还有心思管他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陆梨才会对我这样 陆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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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涯你未老的容颜 楼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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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还我那天 相遇搁浅那天 此生若你初见回眸的心结 有事 我不会让你死 我不会 证明给我看 证明 好 我会求你 我不能放弃 我要那道士骨僧 那道士骨僧 请 请留杀 鲁铃 爹 我要你 不要 我 那天 流伤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在做梦吗 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我阻止你把抱怨线 只是怕你因大而受伤 如果我不在了 你一定要忘了我 流伤 我喜欢你 流伤 你看清楚这是不什么 流伤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啊 因为我有问题要问你 可刚刚 你好像都回答了 你信我吗 我信 洛林 就算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我也一定会信你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我们都并肩去面对 好 是孤色 他在对我说什么 他说他恨 流伤 流伤 激情 我给你抹回了一个人 都无法放在你 而你却对他还抱有欺望 你记住 这世上的男人 全部都是满嘴谎言 你看啊 他还想要继续骗你 看看那张背叛者的脸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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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莎 不要听他的甜言蜜语 他只想利用你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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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莎 不要犹豫 动手啊 刘莎 杀了他 刘莎 杀了他 刘莎 我 我相信洛莎 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过 就算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 我都会信他 你不过是尸骨色鲁 不责身仙子留村的怨恨而行 不 你才不可信 我有我自己的仙子 刘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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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张张 Fr visits 刘莎 我哪到尸骨色了 我看到了 刘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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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累了 但他的疗愈功效应该还在 我刚刚 好像看到了紫水仙子 是我把色送给他 不 不是我 柳少 柳少 你太累了 身上还有凡事之伤 现在 你必须赶紧回去治疗 这里太危险了 刚刚被姐姐隔开 我不能护着你 你不能再受伤了 那个声音 充满了恨意 我不想变成那样 我不想再要波澜壮阔了 我只想和你过一辈子 可是柳少 我怕我没有一辈子可以陪你了 当赵文回溯到你掌心时 你必须赎你 哪怕只有一切 好 我们就做一对新常人 过平凡快乐的日子 几乎 得上 你还成的众吗 我当然成的众 那我们就先去找何能 终换了这世故子 不盼遍中那月擦肩盈眠 那余生抵不破瞬间 你醒了 你醒了 你怎么样 觉得好点没有 我一想到你的失魂咒还没有解除 就心疼 一时又不会发作 没担心 你师父跟你瞎视魂中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如果告诉你的话 岂不是让你跟着游戏 我不想你被我心疼 那我现在知道了 就不心疼了吗 都说我不好 你闭上眼睛 见到了吗 听到了吗 听到了 我生了只有半颗线 那么现在 我找到了另外半颗 便是你 主持人 主持人 不 我不能再受制于石骨色 我才是弹奏石骨色的人 你 我才是弹奏石骨色的人 我才是弹奏石骨色的人 柳树 柳树 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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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龙一般的凡人 是非给我儿陪葬 大人偷偷来 我还是没办法 守护自己想要守护之人 龙月 凡人就该死吗 凡人也有想要守护的东西 你想要守护的人 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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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让一个凡人为主 还记得我们见面时跟你说的话吗 龙月又如何 敢汉数者 亦敢汉天 嗨 不要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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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凌 露凌 大哥 露凌 大哥 露凌 露凌 这是什么 我受过的一辈子 我 我做不到了 不行 你答应过我的 你答应过我的 你不许骗我 我受过的 要受过你一辈子 可惜 我 我还是没办法 因为有流少 有汗 我 会 是 是 是 可我遇见了你 露凌 你这个人 虽然嘴毒了一些 但是 别人都怀疑我的时候 你愿意信我 帮我 莲凡 怎么会有いい子 都不会我 有 那我回去就请主唱作美 指不定今年啊 还能选择一个澄清的好人认识 别说 小雨 莫连 莫连 冬了情的爱 后雨天垂无边 还给我吧 为什么时机要变成这样 我生了只有半颗心 那么现在 我找到了另外半颗 便是你 福利不在了 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 你们也要抢走了 柳梢 月上柳梢头 好名字啊 你今年十八我二十三 你应该叫我什么呀 不离 可 可 乖 想要在舞阳侯府混得开呢 就得听哥哥的话 花给我 那是洛林给我的 你看 你现在手心上是我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会保护好你 你听明白了吗 你我千年 可是一辈子很长 我过不起你怎么办 那我卖身给你啊 一个铜板 陆离卖给了柳少 永不返回 永不返回 我喜欢你 我就想当一个寻常人 和你平安快乐的过一辈子 好 我们就做一对寻常人 过平凡快乐的日子 你去哪 我就跟去你了 恶劣 对 等我们拔出暴月间 击败凹痕的时候 记得让你师父 学我家提亲 有烧 那我 回去就行出窗作媒 到你家提亲 和你 指不定今年啊 还能选上一个成亲的好日子 可是我会死 我陪你啊 我真的会死 我真的陪你 即便是我死了 我也不会让你死的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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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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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 福利 是你吗 一介凡人 能跟顶庄上线 福利 上线 你的脸怎么 跟那个凡人一模一样 有相或无相都是本责 你们有何疑 隔儿晋升上线之计 得凡人物 自然有凡间之下 此乃吉祥之招啊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先锋有事情商量 是 是 四祭杯乃药灵上线所力 它的血能稳固四祭杯 那就只能说明 我 陆璃 你是陆璃对不对 你身上既有药灵神员 便留在西隐山 不得回人间 我不回人间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本尊乃西隐山上仙 洛歌 不 你是洛林 你是洛林 洛林 你就是洛林 有情皆孽 这又是何必呢 原来我在人间历劫 遇到的人是你 你承认 你就是洛林了 你只是忘记了对不对 你只是忘记了对不对 你 我一直那里 你不是 Wait 我 Someone 我 你不是 你不是 我 那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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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君落歌 愿立三界 愿意百姓 愿以大道度众生 愿以一切有无 唤世间清明无垢 是 是 陆离已死 我便不负一事承诺 生死相组 黄泉路远 但愿我还追得上他 看得到他那个 会跳动的 月牙行的行 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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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李 等等我 老李 以前总说自己是伤心 可他明明就是个骗子 说好 只做一世凡人 不要那千年万年的寂寞修仙岁 你也不敢喝这酒 你害怕喝完它流露出陆离的那一面 陆离已不复存在 不复存在 那这证明给我看 即便你是上线 都改变不了 你成为上线的路上 踩着我一颗真心 获得圆满的事实 不可 这是你记得我的 心思与念 早已定下 宿命之缘 无路可悬 无为何 生生世世一万思念 比我还远 能否再借你受暖气云间 我说了路里已经不复存在 我现在依然还是落口 并没有任何改变 后来 后来我就给了她一个铜板 一个铜板 那可我许下了她的仪式 一个铜板 陆离卖给了凌商 永不返回 永不返回 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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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错过你这个小傻子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那就别错过了 无路可悬 为何生生世世一万思念 比我太远 能否再借你受暖 格夺 闭其人间 赃黄杰 赃黄杰 黄杰 多少日夜荒野交织冲嵌 没想来 一世竟然这么短 万般请来皆苦 你又何必 如此伤感 都放下吧 主帽 主帽 滚开 滚去找你那无情无义的主人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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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去找你那无情无义的主人 难道丫抑情爱情了不起了吗 当日 许无力也曾海世山吗 许过我一世 若你真有陆里的半分银子 你就应该捂着自己的心口分一分 今日的结局 对得起当日的万朵花开了 你 你 放眼帘 你说话呀 放眼帘 你 你 我 我见你 我见你 现在想想 我跟你家妖后一样 同冰箱里 都遇到一个 这样的男子 我 她最好落口 落了个心胆印致 惨蛋出场 恐怕 恐怕 怎么输了 怎么那么下雨了 我 师叔母 你是不是哭了 师叔 我懂了 我知道你为何哭 情之所终 心之所痛 可惜有何用啊 她回不来了 你最爱 我送你回去 霍玉 我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 凤辰 你不是她 你再不是她呢 你这个坏人 你这个坏人 他是我家子 我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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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回去 不要 是 我身属三界 念见众生 倾心敌律 的确无趣 你可得多解释 脾性相投的有趣之人 才不至于如此狭隘 洛哥上线 避ям 敌离就是与我脾性相投的有趣之人 说好不让我占你 一片一角 可为何 let me捉浴 一整一的衣袖呢 病了 骆哥 谢谢你 你活了我 一整夜 想多了 我只是 从不欠人 你 等我一下 尚先 先翁派弟子请示尚先 人间突然群妖作乱 不知尚先能否亲自下界平妖 你回去告诉先翁我会去的 是 尚先 梵天林的毒虽然已经去除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 你现在不适宜出门 之前在利天殿 我维护中央 很多人都对我不满 这件事情我不在乎 但是先翁他在乎 他是我的师父 你 我自然不能让他因为我而为难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 我来自人间 说不定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你要愿意跟着 就跟着吧 嗯 等等我 谁让你坐呢 那白凤呀 虽然是陆梨的师姐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他怎么会在这呢 好 先翁派他来重华宫服侍起居 我也不好反驳 好 既然你那么在意的话 我可以不让他来重华宫 只负责吸引善意的 这还差不多 和娜来先聚了 啊 刚接到消息 他好像已经到了力天殿 还说要见我陈晴 来得这么快 是怕你在这受委屈啊 哎 哎 哎 你也知道和娜这个人啊 特别的仗义 他对陆梨也这样 也许你说得对 以暴制暴并非长久之计 你已经说服了我 娇姐是需要一个王 如果你能在力天殿上 说服其他人 我可以考虑教你法术 让你守护那些你想守护的人 让你守护那些你想守护的人 其实我最想守护的人是你 人间修炼的真源 和先居灵力并无本质不同 我为你打通气海 引导余子的气息灰成灵流 便可修炼先驱法术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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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没事吧 我没事 这珠川替你卸去了部分力道 护住了你 护住了我 自己却焚身碎骨 是我之光 弄碎了陆里留给你的宝物 之后我会补偿你的 只要你还在 其他的事 都是身外之物 你身上的药灵之力 确实有些特殊 我需要仔细想一想 这几日我要闭关 你先回去休息吧 这是凤凰泪 是药灵上神所留 凤凰泪是什么呀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涅槃前念及前尘 潜染泪下 但从此 又是一场新生 故而凤凰泪有望却前尘之小 能够让你忘却那些 与情爱相关的人和事 从此你的修行 也会顺畅许多 你不是说 即便是玄陵墓的倾心之力 也无法抵触 人们的相思之情吗 玄陵墓只提人心杂念 凤凰泪 是让你忘记所有情爱相关 就好比一杯清水 上面染了沉沙 玄陵墓只敌去沉沙 而凤凰泪 是将整杯水都倒掉 所以 你要让我忘了陆陵 忘记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你不记得 也要我忘记 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吗 凡尘所爱只会饶你修行 刘少 忘记更好 可我不要修行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啊 这就是你不该有的痴念 是你本该就忘记的 我 我和陆里发生的那些事情 都是真真切切真实存在过的 不是什么沙尘 也不是被污浊了的水 老大 即便你现在是洛哥上行 也无法改变 我柳少 宁死不怕 大胆 刘烧 刘烧 乐哥 我不会忘 死都不会忘 你不想忘也可以 所以 离开仙局 离开西隐山 回你的人间去 不 你只是忘了前尘 我们之间的情意 你根本没有忘对不对 我能感觉得到 这颗心 还是陆里的 从来没有变过 我不会错的 你错了 我一心修行 陆里的感情我不会有 你有 听说陆里中国世魂州 至死都未能解除 你看我有吗 你竟然敢卸毒上心 你竟然敢卸毒上心 歌儿 老哥 你没事吧 先不 刘烧他并无邪念 不管他有什么念头 你们二人灵力相克 只能相互伤害 难道你想害人害己 第三界再无希望可言吗 灵力相克 不 莫莉已经重生为你了 灵力还会相克吗 难道你不觉得她的伤势难以全运 而且越来越虚弱吗 原来 原来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我 刘烧 别再为了改变不了的事实而挣扎 忘记一切对你更好 我不忘 我死都不会忘的 我会离开仙区 再也不和你想见 你想通了 我一点都想不通 为何我不能跟我相爱的人在一起 可是我也知道 我这样做 会害了她 所以我会远远地离开 所以我会远远地离开 再也不和你相见了 既然做了决定 就不要再犹豫了 赶快下山吧 秦翁 我还有一件事要办 还请先锋留我在先驱 再待三人 承拔 我还请先锋留在先驱 你可以留在先驱 但不能再来吸引杀鸣呢 先王 我要不要去看着点柳少 我怕他找理由回匪园小住 或者去找骆宁帮忙 看好他 不要让他再来吸引杀鸣 是 便听不见哪 带花飘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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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儿 你说你不安心养杀 却要为他编什么 兵破绝 这岂不是伤圣加杀 未有 不是我要做这个邦大鸣鸣的恶人 他又是谁 怎么逼得了你 和这仙居的平安重要 老李不在了 算已不安 也不行 出口 出贤 把他押到天罚之地受罚 是 你我既有过纠葛 我便留你全身 改冰零眼梦之情 你会在梦魇中痛苦而死 人总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 付出代价 原来 在梦魇中死去 是上仙给我的恩赐 我真要感谢 三界至高无上的落歌上仙 我 爱 莫大于心死了 真相若无足轻入 老李不在了 却都不值了 有什么可惋惜的 他这是罪有应得 刘少 你快醒醒 你还认得我吗 刘少 刘少 我是罗哥 要么一起走 不要一起走 不要 不要放下我 刘少 你醒醒 丁儿 你知不知道 你若是再不醒安 你自己就会变成严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再说 珑菱 你怎么在这儿 阿哥 我问最后一次 你信我吗 你总要给我相信你的理由 不 你不信我 你从来都不信我 你不是珞菱 珞菱死了 倒是假的 这不是梦 这是真的 真的落狗 也是真的奴隶 我哥 我哥 我不想走 我好像一直留在你身边 那就不走了 可是 我不想 受到一点伤害 我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让我寻找 我可能会追上 我会有什么 我怎么会 我本来 就在那儿 我都会 我好 我 我 小心 小心 不要 不要 困住她的是陆离 柳少 你在母眼里所受之苦 皆是你不愿失去船上之人 你可知船上之人是谁 是陆离吧 我要找回陆离 哪怕只是徒劳无辜 陆离信我 我可不信我 所以我爱的只能是陆离 不是罗哥 哪怕我知道 他们就是一个人 不是的 罗哥也信你 像陆离一样信你 只是 罗哥对不住你 没能保护好你 你说什么 卓公主 不知这三道行雷之后 又当如何 柳少娇由上仙发落 我们三宫绝不过问半句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其少仙自封伶俐 天雷之行方能尽少仙之趣 可 三编之内不分尊卑 先居三宫众人皆可错 三编之外雷行已过 本尊自当寸步不扔 四编 柳少何罪 本尊与之同房 回首为我来世 亭外的秋泉 一半信一半年 全身秋泉 你将朝暮念雨 还能听不见 禅夜将心 全可成诗篇 深渚仙薄 未来世 神奸 惊死 你 天之殿论 会见 月 昔 一周 关注 神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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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六为年 那尘年那天 月无为年那天 云间 回首为我来世 庭外的秋却 一半戏一半年 四岚 我现在就带你回去 带我来世 既然成千万五千亡欲赐一人 我最会查试真相 给你们一个搅担 罗哥 你快点醒过来 罗哥 有手 王林怎么会回来了 你居然醒了 柳少在哪 原来你收回了柳少的望月灵 我还以为你对她的感情有多深 不也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柳少 你看到了吗 你被化成灰烬之石 他还是一样收回了法器 如今 你也该死得凌路 柳少在里面 好 罗哥 我很想一直守在你身边 天娘 来 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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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王达 你怎么来了 你有危险 凤眼莲子会召唤我 你还好吗 这是哪里 这是白风 不知从哪儿找来炼花活人的一个蠕顶 我被白风抓了进来 此处只能禁不能处 看来得赶紧想办法 打破这座蠕顶离开 该是的我都试过了 都没有办法将这个蠕顶破开 何那 你不该来的 你是积水族 这妖火对你极其不虑 你撑不了多久的 总要试一试 怎么办 至少 你不许啊 你不许啊 我去 别 fla 你不许啊 我说 是 这是 你不许啊 还是 你不许啊 看了洛克也在送外部势力 那就试试吧 柳梢 五哥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过来的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我去追他 柳梢 你伤识微语 我会看好的 放心 一个悲悯苍天 一个霍乱三剑 你早已不是他 你倒不信的话 你肯定自己看 即便被暴月剑反噬致死 我也不会放过你 鲁哥 发生什么事了 你没事吧 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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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力气愈发强大 我今日显现被他影响 我不能做到 心以身震动 放人下去 只怕三界众生 只怕三界众生都会万劫不服 怎么会这样啊 不 不应该这样 只要我不影响你 与你无关 我想要保留鲁梨的修为 却刻意剥离鲁梨的情感 如今 被心魔所累 没有 鲁哥 爱是行 情入骨 原本都是虚妄一场 我惊看不破 又何以为上限 鲁哥 鲁哥 看不破我们就不看 不看 我们走 我们回去好不好 只是如此下去 这三界众手都会为我所累 有时候 你做你自己就好 我必须要面对我的责任 重新理解 多哥 柳霄 多哥 柳霄 多哥 多哥 这个手链 多少钱呢 姑娘 这手串可不品尝 我这个主意 那是胡妖门为了自己的孩子 挖出了自己的一只眼睛 放在金丝棒中养育而成 闭腰阵邪 绝对理念 多少银两 不贵 不贵 一千两 骗人 别不许骗人啊 对 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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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么骗子 真不识货 真不识货 我怎么觉得 一定会有人来买它呢 真是千里的 五十啊 五千两 我买了 五十三 别再让那胡妖 为了让孩子过多 把另一只眼睛挖好了 姑娘 我一直在等的人 是你 你不认识我了 应该 记得吧 我记得我昨天晚上 从水中被人捞上来的时候 我好像记得 我之前在这里 给别人讲过胡瑶的故事 我会把这珍珠 给了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 那姑娘是我 我叫刘少 你是 洛哥 柳梢 月上柳梢头 月上柳梢头 好名字啊 好名字啊 你 刚才叫我什么 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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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全都忘了 还怎么解释我这 这个我还真的记不清了 似乎是在扶尘时看到的 我记得好像是欠谁的 所以 所以我就把他抓住了 还在等你说 曾生何情笑 对不起啊 弄碎了 陆里留给你的宝物 不是 你体怎么好啊 这 这真是我欠你的 对不起啊 我把这 这 这 这个给你 冬了情的乱 我 还有这个也给你 就当是我陪你的 我全部都给你 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 你要我 你要我也行啊 但其实 其实 其实我没那么贵 我不需要五千两 一千两就行了 不 一个铜板也行 一个铜板 陆里卖给了柳尚 永不返回 永不返回 陆里 你这个骗子 你忘记了吗 我给过你一个铜板 怎么说话不做话 不许是耍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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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那年少 柳瘦 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 要让你安心躲在我身后 其实 为了这个我也有认真想过的 要不要做回圣仙 在我看来身份不重要 仙君还是人间也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 是我身边 不灯手心扯 有你在 不管是洛珂还是陆里 有你在才觉得快乐 才是值得银记的时光 难断情思遗灭 早已定下宋命之远 罗哥 为何出生时时已问思念 你我谈原 能否在接你手暖情人间 苍黄几眼 苍黄几眼 多少是烟花烟角至成见 大梦前幻灭 许愿着流生 净净天空泡月 给我一个理由 忘记我 待你来说更好 我不会忘记 你不能替我做选择 忘了你 才是让我最难受的事 多双诗言荒言交织中间 那梦间幻灭 谁愿着路上青天空到园 广生渺渺沉渐 任性心或炎言 广生只为 为何 少许失去意外思念 离我太远 能否再见你受暖击人情 泽哥 对不起 多长时间 你要你的事 大姐当前 我们透的这六日闲情 已经太奢侈了 空好远 洛哥 忘了我 你也就不用再受 失魂咒的痛楚了 发生什么事了 洛哥 我 这 这是凤凰泪 发生了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会服下凤凰泪啊 失魂咒 不用凤凰泪 不是忘情吗 我 怎么还引发了失魂咒啊 忘情 凤凰泪是什么呀 能够让你忘却那些 与情爱相关的人和事 我 我不能忘掉它 老草 解药在哪儿 快给我解药 那凤凰泪跟失魂咒 根本没有解药 失魂咒反应 怎么会这么强烈 我 我不会忘了 失魂咒不行 失魂咒不行 凤凰泪也不行 这失魂咒有古怪 小心 服農 ourselves 更成为有 punkt 漏消灿 确实 发生魂咒 发生魂咒 打荣 由紫 试魂咒自己出来了 这三界第一禁咒 不是无解的吗 怎么会自己离开了宿主 他是在躲避什么 父皇 父皇来开始起坐楼了 不 不 我不能忘了他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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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忘了 等等 试魂咒自己从我身体里飞出来 必有原因 我猜得没错的话 老头 接下来无论我做什么 都不要阻止我 凹阴在这里占尽天使地利 你离了水源之后 法力会受限 你不是他的对手 你带上我的辅助 还有深渊县子 不行 要走一起走 给我回来 你在干什么 你不要命了 还是我知道 M owners 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么多 噓 是红柴 既然怕或肯定 leben JOHN 吸红柴 哪 Brain 可奉天素 碉天素 不然离 dunno 我从没有想过 有一天你会这么有用 不许走 陆哥 你疯了 这样下去 石灰仲会怕你杀死的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忘记它 陆哥 刘少 在凡间这数日 我任性地想要放弃所有责任 要你为我承担这一切 是我让你为难了 你真的全都记起来了 就算杜劫千字万字 我都不该忘了你 你全记起来 那世魂咒 还会发作吗 阎暗而生的世魂咒 和隐之忘情的凤凰雷 竟然相可相处 在我的体内对抗 只知他们两个彻底消失了 天哪 可是万一 你不用担心 可若不能 不必说了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也知道 你已经要准备离开西影山 凡是皆有离弊 若不出这射陷 这射陷做来有何用 我把你担心的刀 我把你担心的改变 我把你担心的改变 这个你守好 不许再乱丢 就像这世魂咒 和凤凰雷一样 十千万物相生相可 总有解法 我要对抗的是整个三界的恶 我想要一个 让我坚持的理由 我想给你一个未来 来满足礼 许你一个月 罗哥上线 我可以亲你们 你说陆离就是你 我想亲就亲了 旁人的祈愿灯 是向仙居祈愿 如今上线就在你身边 你这是向谁祈愿的 以前上线常说 我是众生之一 众生祈愿我也祈愿 上线就当听众生祈愿一般 都听着吧 那 行 情之战 追梦遥无痕 音叹念耻声 相识与眉睁 少年有情 苦灯来年春风 卓梯泛红尘 我换来是重逢 应悲苦长恨 颠倒了是非梦 放逐千年 千人在上 有我儿能事事顺遂 春 上仙慈悲 保佑我与郎君白偷袭郎 春 求上仙开眼 让我娘亲顾及 能得全域 春 上仙 我想看遍人间山河 准了 上仙 要不要听听 我许的什么愿望啊 愿朝朝暮暮 皆如今日 愿一世相守 永不分离 准了 朝朝暮暮 皆如今日 一世相守 永不相亲 本上仙 准了 上仙一诺 永不反悔 上仙一诺 永不反悔 如今我之所求 已在我怀中 余生 只愿护住这三切清平 保住这众生安宁 今日 落歌闻众生悲心 得解大道深意 在此其愿 从此落歌 愿乐矣天下 忧以天下 优以天下 苦世兼苦 月世兼月 直至天下大同 再不闻悲伤 你与指尖穿越宿命 大繁回忆 换你流出悲蜜 小少 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们 房姐 小雪 你们还好吧 我们没事 只是群腰来势汹汹 到处杀害平民 现在 我们也担惊受怕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先翁不是派了先驱弟子 前来救援吗 应该是有什么事 耽搁在路上了吧 没有其他人来过 那赫娜呢 他是妖王 不会不管这事的 我们曾派人到喜悦池通知 但好像济水族也出了什么事 并未有人回应 人间妖界同时出事 这也太巧了吧 武阳侯府那边 你不必挂心 我已经派弟子 前去人间查看 至于那妖精发生的危机 济水族一族 从来都是自行解决 你还是专心修行 不要被这些问题纷扰 我一会儿去检查一下四季碑 你在这里接着修炼 不碍事 我赠您一起去 刘少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似乎有什么力量 暗潮涌动 也不知道河南那边 会不会有事 河南 洛哥 我不应该带柳少来阴阳迷枯 解毒即可 谁是我的剑水遁身 在这里竟反全不起作 这里在万年前 就被药灵上神下了禁止 别说你的剑水遁身 就连洛哥的一步一连 都无法施展 你们不该来这里 我给你忘灵 是想置你安好与否 如果你不想让我知道的话 现在就给我 给都给了怎么还能要回去呢 我还以为你不想要呢 我想要 当然想要 不能再抢了 给你疗伤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不想要 想要 你不想要 这些人 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尚先应该可以 应付那些魔化弟子啊 为何会被重伤 应该是 弥库里的阴阳之力导致 不用担心 刚刚我观察了一下地形 在四周部下的阵法 消耗了些许仙缘 刘少 刘少 他的仙缘被月夕天香侵蚀的厉害 必须赶紧服用灵犬 不然他会像那些弟子一样 完全失去心智 我们灵力彼此克制 这样下去 永远出不去 不行的 窟中弟子闻到灵犬 会发狂赶来 根本来不及廖花 我们必须出去 封入望远里 能够暂时护住他的仙缘 谢灵齐 快带路 我们进来太久了 还要紧快找到那道立方 好 再晚 只怕是出不去了 我被阴阳之力影响 根本无法实施水源 若格 要靠你了 若上线出手 能勉强打开结界 撑个一时半刻 若格 若是我悲困千年 你是不是会像谢灵齐那样 不离不弃 一心找我 我好 我也做不到 让你被困千年 千年之痛太让人难受了 所以我想找到 消除灵力相渴的方法 不过药灵沈渊碎片 都已经融合于你 我会为了你 去找别的办法 我需要快点封印神远 不能再让洛哥因我收拾 你叫我们两个来 就是为了 为了给柳超赔补身体 是 他体内只剩一颗辅助 又经历了那么多事 影响了他的修为经济 所以 我想让你们帮忙 或许能看出 我看不出的东西 哪怕只是 一点线索也行 你是过分贪心了 他的灵力已经受损 就很难再去修炼了 难道你想拔苗助长不成 不过 把这老草拉去炖了 柳超修为 至少能生个一两斤 上 上仙三思啊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 老草 老草 你已经活了一万岁 差不多了 不亏 是 是 上仙 哎 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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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你对柳烧得好 上仙 记得逢年过节时 给我多烧些纸钱 进言保也行 你把这上面的药准备好 也许你就不用收纸钱了 你还是把我给顿了吧 老仙翁怒斥山公主 骆仙君勇闯伊阳窟 我的西隐山玉闻落又加了一笔 来 哎 柳莎 你还想着封印神源的事哪 板腰之类我已经有了 现在没有的是 三位与氏修为以上的先者出阵 上玉蓉倒好说 但是卓公主那边要说服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还不简单 不如让上玉蓉替你去说 卓秋贤这两天 对上玉蓉特别好 你不会 真的为了上仙 去枫叶神缘吧 告诉她我想 只会平白徒增担忧 要不我看还是算了 老祖 上仙有请 你们小两口成天折腾老祖 现在还差哪些药材 你催什么催呀 这灵药 有的我连剑都没见过 千换星辰石 千煞清灵藤 你看看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陆哥 上仙 这些灵药可不只是补身体 都能增强柳少的药灵神源 你就不怕 反而让你们的灵力相科 变得更严重啊 你说的千煞清灵藤 不是就在化骨汁 对 但需要上神之力 方能探得 那千煞清晨石呢 那可更难找 那可是万年前 妖王的收藏 妖王 上仙 妖君求见 你们修相得逞 你们修相得逞 赶紧 我 快 你修相得逞 还轻时 九月 家 你修相得逞 还是 你修相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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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上身的兵器 缅轮 竟然把缅轮召唤出来了 你确定的对手是我 而不是刺激飞下那位 变成为了攻击秋仙 看来说秋仙是被立体影响了 老哥 我顶不住了 快来帮我 双玉柔 安顿好你师姐 来崇华宫找我 老哥 封印成功了吗 刘少 这么做 值得吗 只要你不再因我受苦 只要我们灵力不再相可 我就觉得值 药灵神源是你的机遇 本来是可以提升你的仙法的 我对那些并无期望 你知道我的不是吗 我想要的 不过是和你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不过我们不只有彼此 更要担负整个三界 可是我只有你啊 我知道你担负着整个三界 我不能影响你 现在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 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值得 其实你应该能理解的 可我觉得很值得 说到三界 这些人 不如我带你去人间看一看 你来体悟一下 你的药灵神源有多珍贵 好 世人所求 不过一瓢饮一单食 若无人护其安慕 那妖孽邪随必将行行 人间便入阿比地狱 周大者任重 马俊者远迟 你继承药灵神源 这人间便有你一份责任 我明白你想要说的意思 可洛哥你知道吗 得到药灵神源 并非是我的本意 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 却好像是个影子 只能过别人的人生 我一向喝那熏了千环星辰石 应该可以帮你快速提升修为 君上 你想问什么 直说便是 不要吞吞吐吐 那千环星辰石 本是提振真源之灵药 柳少姑娘是封印神源 也不是很适合他吧 您 您怎么就 刘少和洛哥 他们为了三界平安 付出了很多 我不过 尸体妖精略进绵薄之力罢了 老臣明白了 我头好晕啊 我这是怎么了 我只是因为刚刚封印神源 造成的身体不适 老草正在炼花星辰时 这段时间 您要加紧练习免乱 但也要注意方法 一旦灵脉受损 后果不堪设想 加紧练习免乱 回够估计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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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quantidade很适合他 我觉得是缅伦在帮助我 他毕竟是耀灵的兵器 我能感觉到一股力量 返回我的身体 只要我勤加练习 就能熟悉缅伦的力量 万一四季杯有什么异动的话 我还能帮你分担一些呢 看来 经过这些时日 你终于想通了 刘少 你总是能带给我惊喜 我想要和你一起并肩 守护三界 最重要的 你也是我想要守护的人 老祖 你不是有万年先历吗 你就不能把这药丸子 给 给做小一点吗 你这哪能怪我呀 本身就差了一味药 和那送来的星辰石 出了名的南华 能练成就不错了 这和那真是好人 这星辰石这么难找的 说送就送来了 是啊 这位药丘的人情可不好切 和那又没有你还 你说得对 和那那人 确实挺好的 只是 偶尔都失望了 要不是他给你六星妙华阵 也不用老草帮你补身体 天啊 和那样 不是 你在这干嘛呢 我这不能让上仙知道呀 这上仙要知道 我给赫娜送药 他不得把我给 给做了 这赫娜为了我费了一只手 还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我心里也愧疚了 我看着 想瞒着洛哥上仙 搞得跟做贼似的 是谁在做贼啊 不不 不是 这什么什么 你听他 听他瞎说 我 你 你怎么来了 我 你 你不应该在 重阳宫休养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可是我怎么瞧着 你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有 有吗 盒子里是什么 拿出来 我还以为是新颖山禁贼了 原来不是外贼呀 是家贼 这 这什么家贼 这都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还不能送 送人吗 我 我顶多是个跑腿的 看肉脑而已 他才是 他才是 你 既然你要送的话 就连我都一起送了吧 好 这个是蛟龙的灵脉 虽然比不上 赫娜那条妖王灵脉 但是也相差不远 对她的手上有好处 原来你早就留意了 是不是找了很久啊 赫娜也是我的朋友 我都忘了 原来我们上仙 也是很讲义气的嘛 怎么能让我夫人觉得对不起人家 三天两头地跑去坏人情吧 少计 近期有人频繁出入西隐山 可能是那个内影又在行动了 姓氏欲罚危机 刘少 你的每一份金 都是我们获胜的仇法 可不是 你还能得及 可不得 可不得 可能是 可不得 可不得 确实敬意神速 上次见骆宁 我觉得 他似乎有些心事 那需要我去看看他吗 交给你了 我找不到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找不到了 我找不到了 曾经我喜欢的那个人 已经被我踢入十八层地狱 我还把他的棺材板 撕撕地按起来了 他以后再也不要想出来 我也绝不会 让他再来伤害我 最亲最爱的人 你是说 阿夫君 是不是阿夫君 对你做了什么 哥哥不要再跟我提他了 我只想让哥哥知道 我一定要成为妖后 要为济水族解咒 我保证 我会过得幸福快乐的 还请哥哥成全我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为了一个诅咒 出卖你的终身幸福 那又如何呢 如果哥哥不同意我嫁 我就自己去嫁 如果你非要把我关起来 我便玻璃泽水仙渊 把自己淹死在这口池子里 你 原来 你一直对洛宁严格管教 是担心他不择水仙子的后尘 这件事情都怪我 如果我能把他保护得好些 或许能避免他 走上这条路 不会发生这一切 其实 我跟赫娜谈过了 他跟阿父完全不一样 更不会像万年前妖王那样 刚愎自幽 冲动狠辣 我觉得他一定能绕过好洛宁的 这点你不必过分担忧 我又何尝不知赫娜人变 我又何尝不知赫娜人变 我只是希望 他能够永远幸福 若玲 哥哥 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来了 对不起 哥哥来晚了 我还以为 哥哥真的因为这桩婚事 以后不会再理我了 胡说 无论什么时候 宁儿都是我最亲的妹妹 这都不会改变了 这是你所查的无数经书所划 里面运有你出世以来所积攒的香膳之礼 可杜仁妒忌 小宅挡货 给 哥哥迟迟未来 是在为我准备这个 洛宁 等你做完你想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回家 哥哥 哥哥再也不烦你查情书了 好吗 这可是你说的 我一定会回来住的 那是我的屋子 才不许别人住了去呢 好 若是你要崇华宫 哥也让给你 这就是胡说了 我要是住了崇华宫 哥哥住去哪儿 去跟柳少姐住一块儿吗 也不是不可 迟来的这个 有完没完啊 及时快过了 何娜 我妹妹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不要忘了自己的承诺 我会竭尽所能 让他可在仙剧一样 舒畅自在 还要管好你的弟弟 不要像毒蛇一样盯着我妹妹 哥哥 他已被我封了灵脉 幽进于世 不会再有机会见到骆宁了 最好如此 太坏了 你跟我一切都说了 小王 你自在乘啊 你不算什么 有什么事 我不想那么那么 老老老老 欸 你不要不承认我 别人 那我 本来我不想这么做的 都是你能逼我的 阿富 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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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哥马上救你 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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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是你吗 是我 就是我 可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真的只是希望你好不好地求你 一万年 一万年的长发 已经高求了 留存之前的了解 活泼相守之后我回老的容颜 我 万年前的测水 万年后的落年 愿意积水族 要后的身份 宽恕 一世子 他总有证明 也关上万年前的药王 还有 万年 万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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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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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云云流传 只见了流浅 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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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真是万年诅咒解除了 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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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少 洛宁离开的这段时间 杏儿有你时刻陪伴 令我不知沉沦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要放手 也不要放弃 刘少 勉伦告诉你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曾听说过 所以日月双神真的水火不入 其实 药灵和月光 曾深爱彼此 他们分管日月 本不该举手 但他们在阴阳弥库初见 便彼此钟情 和两人相爱彭 日为之事 引发天象异常 三界混乱 两人为了众生 值得分开 并各自闭关 既然都已经分开了 为什么 还会有那些事 双神闭关之急 正值妖王为择水仙子而死之刻 仙界无主 却妖无首 人间种种执念欲望欲罚王上 在天地间积存 成为了一道极厉海的戾气 荼毒生灵 残害百姓 让三界动荡不易 药灵得知 决心与戾气于是俱焚 月光不忍药灵如此 为救药灵 竟将戾气浸收体内 以己身封印 用一己之身封印 那药灵为何还要杀他 因月光上神吸纳过多戾气 最后反被戾气所控 再不负从前 要灵为了三界 不得不通杀所爱 你不是他 我就是他 你要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看 一个悲悯苍天 一个混乱三界 你早已不是他 优先看 对 优先看 哦 哦 哦 觉得 甚至 emer 要灵清尽全力的那一剑 将月光尚神的心劈作两半 被戾气浸染的一半 镇压于四季卑下 而剩下的半颗 则在 我常常担心 我与那邪物各为月神半仙 若有那么一天 我如月神一般 被邪物所控制 你和他不一样 你既不是那邪物 也不是月神 而是洛阁 不会像他一样被力气吞噬 我只怕守不住这三剑 也守不住你 若是真有那样一天的话 那便 换我来保护你 如果你是药灵上神的话 你会怎么选择 大概会是一样的选择吧 虽然他劈开了爱人的心 可是却避免了爱人 被那邪物所利用 这也是对上神最大的敬祝 我 你来了 知道我要来 所以在等我 是啊 妖精突然溢出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自然会为贺娜担心 你不担心他 若非他那个弟弟 洛宁怎么会死在妖界 我不想见他 可你再不想见他 若他真出什么事 你还真的会袖手旁观吗 贺娜对他那个弟弟 并无防范之心 体系会有可能被暗算 但是阿夫君 应该不会做出杀凶之事 罗哥 我想取一次妖雀 确保贺娜的安全 也好 你的修为进步得七快 应该不在阿夫君之下 潜入妖雀之后 记得要小心一些 全身而退是没有问题的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再加上 我有妄灵在手 要有什么 会及时通知你的 走啦 这是我用来垫四季杯的六颗浮竹 这是我用来垫四季杯的六颗浮竹 你将成为上线了 你的辅助在镇压四季杯时得到了催恋 能让你修为清洁 也算是四季杯给你的衣柜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落泥 难道 难道是你们把他给藏起来了 一定是在你那半颗心内 四季杯下没有落泥 四季杯 刺激杯外 有你造成的无数冤枉 是你害我妹妹难以安息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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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老妮 真的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吗 我妹妹临死前也要护你周全 本尊欲饶你不死 但你却如此执迷不悟祸乱三界 一致苍生蒙难 本尊今日愿为三界 铲除祸根 洛宁 洛宁 这是洛宁的心愿 鲍月剑没有伤害到她 是因为有尸骨色的灵力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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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住了洛宁的一缕身世 阿福 你又做坏事了 洛宁 我找到你好苦 原来你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如鱼珠里 海云 我 洛宁 我们一直在找洛宁的仙人 原来 他一直都陪着阿福去 牵着古色的最后一次仙力 默默陪在阿福左右 洛宁 爹 这一战 四季悲悔 贤王手离奇琐事 昏迷不醒 卓公主 因西伦朕实话 损失如此惨重 竟只为敌清这半颗心 原来骆女 请一直守在阿妇身边 你在干什么 你真要杀不死她的 我不能用敏伦 敏伦会让你灰飞烟灭 我不能让你消失 所以 我拿了你的剑 她会保住你 你知不知道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不是的 快把剑放下 把剑放下 把剑放下 即便被鲍月剑犯尸而死 我也要让你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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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自 只有你能终结这一切 你我千年 是从你流传之前的了解 错过享受之后我回老的容颜 先听过我那天 相遇搁浅那天 不少 此生若你初见回眸的心结 万年千万灵通杀所爱 万年后有少仇能活 我不要你保护 我不后悔 你也不要怪我好 毕竟 孤独的活着 难比死后无知无觉 残忍千百倍 我 不少 对 对不起 大哥 我 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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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少 我 不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姨 老哥 能不能 再带我放一次钱呢 老哥 罗哥有心得去柳少为妻 是今生之父 其实夫妻就要一世相守 一辈子不分开 一辈子不分开 哪怕化作一缕烟尘 烟尘也会跟着你 我不要 我不要烟尘 我只要落个你 你 老哥 不对 不该这么早就 老哥 留手 对不起 洛哥好生体贴 这么两三日不见 竟替我娶好了夫人 这是在等我回来东方吗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命 活着跟我东方 你这么猖狂 凭的就是这个阵子 我从上神处得到启示 解决之道 竟在我身边 今我不法阵界三界正弃 以玄陵木盘诸下结界 你可凭此阵 击杀喜悟 无无为 臣告不诚 千万般若无误 你血碎 有无形 有先居妖精之耻 还有洛哥上神之力 皆在此法阵当中 你的力量 在这里只可以使用一半 对付你们 足矣 还有其中一个人 我需要你 在这一趟 在我们之后 有机会 可怜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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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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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拜托你了 杀了我 好吗 难道真的 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与我的原神 早已融为一地 趁我还有绅士 可以送你回那天的玄灵木法阵下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你千万不能犹豫 你是在为我而产 一定要杀了我 这是 这是去往大婚之夜的路 祝你重回玄灵木姐姐 耀灵 柳少 你与我不同 与我们都不同 月光许了你波澜壮阔的人生 你的身体里流淌着非凡的命运 你从不是我的影子 你是柳少 是甘愿牺牲 你扶珠镇压邪外 超越药灵和月光的柳少 我回来了 你这么超过 我凭的就是这个阵法 药灵 这就是命 你们都将办于本座的手下 你睁开眼看看我是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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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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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你的作用 你不要难过 我一直都在 我愿请我今生之力 许你不离不弃 是 老哥 我等着你回来 我们要醉一世夫妻的 好 好 老哥 你答应我的 老哥 你答应我的 你会回来的对不对 那余生已不过瞬间 梦想似要启听外白云间 往本咫尺天涯 你未老的容颜 一江冬雪与儿 便听不见 那 大花停落 你我千年 是我梦又流转之前的了解 错过享受之后我会老的容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你不离不计